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更新全民PK赛专业组 击分第一团队 观点方日外全明星 这么一个司法系团队 拿了全民PK赛专业组 就目前打完的两天的八轮比赛 击分第一 观点方这边上的是一个普陀山的单辅助 配合着双魔王双龙弓 开了一把天正 那对战方上的是女儿韩斯的双方 配合着一个华生寺 加普陀山的两大补助 保着一个花果山 开了一把蛇阵 也是打克了观点方天正10% 这应该是击分赛的第七场比赛 击分赛的第七场比赛 所以对战方也是开了一把蛇阵 上了这么一个四宝一 是因为对面知道观点方上什么阵 因为观点方这是第七轮 前六轮比赛 总共打两天打了八场比赛 因为前六轮比赛 观点方都是这一套阵容 而且都是开的天正 说白了就是观点方 这个全明星团队 他属于 明牌 我就这么一套阵容 就这么一个阵法 你随意 你来吧 魔王直接起牛径 对战方 那个叫紫 紫影 那个字叫影 紫影 魔王起牛径 两个龙共也都起了龙战鱼 对面就是一个典型的打篮团队 那普多山大概率也是一个宙式普多 咱们看一下 稍后他会不会起莲花 或者是补灯能补多少血 如果对面知道观点方 或者是研究过观点方 可能这个普多山 就是一个常规的辅助普多山 这干不动 有点硬 观点方这边抗性加的有点足 也不知道花鼓山太不行了 还是观点方太行了 全民PK赛 都是系统免费 给大家提供这些装备宝宝 而且都是统一的 不存在 全民PK 是不存在什么 你硬件强 我硬件弱 这种问题的 是不存在的 大家都一样 考验的 其实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运气 一个是指挥能力 当然运气这个东西 咱们决定不了 由不得咱们 所以最终考验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指挥 你运气你决定不了 好也好 坏也好 那是 由不得咱的 那考验指挥什么呢 那就剩下考验指挥了 考验指挥的这种 炮的调配能力 宝宝的配置能力 以及厂商的应变能力 最终就变成 真正的考验指挥的时候 反正也没有硬件优势 魔王 全部是把牛镜起来 龙宫直接开秒 看这个样子 对面应该是一个 常规的辅助普陀了 他不是咒势普陀 面如色 能帮着抵挡10%的伤害 而且有一个 相对不错的打蓝效果 但话又说回来 在知道观战方式 四法系的情况下 你选择这么一个 打蓝的 是不是 哎呦 还是个招式 第五回合 对面还是开电话了 打蓝好像效果来的 有点慢 咱们看一下 对面怎么去操作吧 全是高连高攻 而且是隐身的 因为两天打完了 这个积分排名也出来了 咱们 我会根据这些积分 去找一些排名靠前的团队 给大家做一做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阵容 精彩的PK 给大家做一做 对战方好像是排名30多吧 因为这个积分赛 是要选出前32 选出前32去 进军下一轮的赛区赛 就下个星期 还要打一个赛区赛 应该就这个星期 应该就这个星期 打一个赛区赛 破碎 再来1200还行 就是强行要把观察方 这边魔王的蓝 先打干一个再说 打发型蓝 稍微费点劲 就看对面宝宝 能扛多长时间 真常理解 对面罗汉肯定是断不了了 观察方也没有 太强的效力 藏刀的能力 我是万万没想到 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说 做做全民PK 这个积分 靠前的比赛 我是万万没想到 观察方这边 第一名 竟然是一个司法系团队 第一名竟然是个司法系团队 这个就离谱 他是看胜场的次数 总共胜了几场 如果大家的胜利场次 都一样的话 就看速度 就是谁用时最大 打了八轮比赛 比如说大家都是八胜的团队 都全胜了一场没输 谁用的时间最短 谁就排名第一 那不用问 观察方是司法系 司工队 那肯定用时 比平常的团队 要短很多 要短很多的 全民PK赛 总共第一天 是有180多个队伍参加 第二天的话 就剩下128个队伍 就180个队伍 能拿到第一 也很不容易 你要知道里边 还有很多的 这些专业指挥 有很多的专业指挥 九孝龙锥 再扔一扔 魔王接着秒 再来一个九孝龙锥 可以让对面 多承担9%的法术伤害 等到16回合 基本上对面四个人 都有九孝龙锥 第五个人 打也行不打也 给我那样 现在的问题是 对面拿观战方 没有太多的办法 目前的情况是 观战方拿对面 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以对战方的思路 就是观战方 这边打的是一个冲刺 你司法系 打的肯定是一个冲刺 那对战方就反其道而行 我就跟你去打一个消耗 你观战方想要的节奏 是一个字 快 对面想要一个字 拖 这就看谁能玩得下去 如果对面去上一些 比较激进的阵容 比较激进的阵容的话 很有可能你真的拼不过 这个司法系 那你拼命呢 你跟司法系拼多少 还是有所欠缺吧 有点难 那对面也是一个毒女儿 配合着周氏普陀 一起打伤害 再加上盘斯 打打蓝 火天 亲一下宝宝 全民PK赛的宝宝 他是那个啥 比较缺蓝的 高连其实性价比比较高 全民PK赛的宝宝 是没有敏思这个技能的 也不允许你去调换 敏思这个技能 调换技能列表里边 是没有敏思的 所以 有的时候你用壁垒 用的用的就没蓝了 用的用的就没蓝了 所以 这个高连啊 感觉还是蛮好用的 见面童心 再抽一手 观众方继续解龙战 没有什么神骂宝宝 也没有地听 就很单纯 大家都是15加10的硬件 自在心法 再卡个蓝 魔王也需要卡蓝了 现在对面打蓝的效果 已经明显是出来了 哎呦 还放出了一把金青 这效力藏刀 还是不太到位 再飞宝宝 怎么感觉 对面这是 上了两个风系 但给我感觉 没上 这 并没有去说 控好观众方这边的 一个出手的节奏啊 哎 宝宝还狂神 亲个宝宝这么费劲啊 就拿大龙龟啊 再前排扛一扛 但这个龙龟能扛几个回合呀 又飞掉一个 再来还得再飞一个 又飞了一个 鬼魂的 哎呦 现在的问题是 对面化身似的血量也比较低 女儿孙继续盖罗汉 蛇阵 蛇阵 啊 关注方这两个龙龙 肯定是不会miss的 啊 两个魔王 有几率miss啊 蛇阵应该是可以躲避 魔王的面罩 蛇阵不是抗风的吗 啊 我忘了蛇阵的位置啊 抗风啊 我记得蛇阵 蛇阵以前我记得是法术躲避 他不是抗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 那你这个蛇阵开的不就白开了吗 那还不如开个风阵呢 啊 对不对 啊 还不如开个风阵 风阵也大可 天阵啊 但是风阵最起码花果阵的输出方面 好像也差不多 没没区别 这两个阵阵法分 至少没什么区别 你想拿大克 又想要一个合设的阵 难 哎呦 再怎么打下去 对面没宝宝扛着 人物是根本扛不住啊 就被观察风这么活活瞄死了 姐妹同心再戳 摄身去验了 受不了了 苍林雪雨 破天 打不动 观察风这边耐力加的比较高啊 有苍林雪雨都打不动 魔火分射 反正也得顶着罗汉 罗汉接着干 对面已经有两个尸体单位了 在观察风这种 无限的进攻之下 专专业组团队前边会有这两个字母 ZY 就是专业的意思 好像全民组那个是NF吧 我记得是NF 一会儿回头去看一看 两个组别都会有两个字母做代表 就一眼大家就能看到是专业组的比赛 还是全民组的比赛 由这儿开始倒地以后 我怕后续对面接罗汉 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后续你罗汉接不出来 那就更尴尬了呀 有两个点你没愤怒了 全民PK切的对手 也是跟你几分一致的对手 就比如说观察风这边 这是第七轮的比赛 观察风是取得了六胜 那他切到的对手 大概率也是六胜的 或者是五胜的队伍 就跟他是同一个层次的队伍 这个是为了比赛更有观赏性 官方可能是这么 给你设计了一下 他们只要是胜率比较高的团队 这七道的队伍也都是胜率比较高的团队 这个是一样 一把瘀青 带的是瘀青 观察风这边搭配了个特技是瘀青 分动消耗比较小 但是又不用 但是不能加血 再倒地 继续盖罗汉 受不了了 罗汉盖罗汉 盘斯 打蓝盘斯 命中率稍微会低一些 经脉不太一样 那你还不如给他这个头龙转风呢 好歹还能空一回合 再这么秒下去 再有四五个回合 对面基本就饱盘了 主要是对面单位少了以后 观察风不怎么分领了 秒出来的数据也高了不少 哎 女儿村也没了 人了 化身 化身死 赶紧出个隐身宝宝 这隐身宝宝也没有用啊 对面有没有磁行 有磁行的话 倒是还能玩 但是 能玩归能玩 你最终还得输啊 你对面自己的节奏打不出来 或者是说他这个阵容就不可能有节奏 那这结束了 结束了 魔王是可以打到隐身宝宝的 那起了这么一个牛进 最大方 自动了啊 就应该是不想磁行了 也没什么意义了 战地加上 最大方上的这个物中仙 也是一个高速宝宝啊 低速是那个灵符女娲 龟速宝宝应该是灵符女娲 魔兜山再换一个 高速是物中仙 低速是灵符女娲 配速是龙龟 这就是 他们给你设定的一些 特定速度宝宝的一些特定的造型吧 队长方换出两个孩子 可是你没罗汉 没罗汉 没罗汉这些宝宝 能不能扛下来 哎呦这五千三千 比赛结束了 拜拜